小麦陪你读书 知识点燃你我 本期解读由小麦读书出品 你好 我是小麦 欢迎来到本期小麦读书 今天我为大家精选的是一本理财书 叫做Starting Out in Shares 是澳洲最大的股票交易所ASX 它的教育团队出版的一本股市投资入门的书籍 是给小白准备的 其实我们华人朋友很喜欢炒股票 对吧 我知道很多新移民朋友在国内的时候都炒股 来到澳洲之后反而关注地产要多很多 一方面是华人做地产中介的非常多 大家信息来源比较丰富 另外一方面可能因为语言的障碍 或者是对澳洲的一些股票投资的流程 或者经济环境 公司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反而投资股票的减少了 作为我们理财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股票投资股市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今天通过小麦为你解读的这本书 希望能够对澳洲的股市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我们来扫一下盲 不管你是从来没有投资过股市的 还是在澳洲以外的国家有投资股市的经验 在澳洲并没有的 那么这本书可能都对你有帮助 那书的内容非常的多 我建议你准备一支笔一张纸 而且有很多的信息 有可能我们要到小麦读书线下的活动当中 再去详细展开 通过这本书的话 我们先打一个基础 好吧 闲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解读 首先这个书的开篇就讲了存款和投资之间的区别 那我们中国人是特别喜欢存款的 尤其是上一代人 可能80后90后已经差很多了 那存款的话 其实在书中看来 你要有明确的目标 你或者存款用来消费 或者你存款用来投资 如果仅仅是存款的话 其实第一 它未必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安全 因为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 银行也有倒闭的 对吧 像2008年澳洲银行就宣布说 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 澳洲联邦政府会担保所有澳洲银行里面 存款25万澳币的额度 也就是说你要是有100万澳币现金存款的话 至少要存在4家银行 因为每家银行每个账户 只能保障25万澳币 好吧 这是一个安全性问题 另外一个存款最大的天敌 就是通货膨胀率 每一年的通货膨胀率 如果说你的存款的回报率 也就是它的存款利息 没有通货膨胀率高的话 你其实就是在赔钱 你的钱的购买力一直在下降 这是要注意的 我刚才查了一下 你像如果说现在澳洲的通货膨胀率 是1.9% 但是澳洲联邦银行 Commonwealth Bank 它的定期存款 五个月的定期存款 存款利息只有1.7% 通账率是1.9% 存款利息1.7% 那也就是说 你要是做这个定期存款的话 你的钱一直在赔钱 好吧 所以这个存款和投资 要分清楚 那投资的话 虽然说比这个存款 相对来说风险要提高 但是投资的好处很多 其中比如说 它能跑赢这个通账率 另外投资的回报 要比你存款要高很多 所以投资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行为 我们在之前小麦读书的解读的基本书里 一直在强调投资的重要性 它有可能是投资钱 有可能是投资房产 甚至于在放大一些的话 可以说是投资你自己 对吧 每天早上照着镜子刷牙的时候 都应该想一想 我今天应该投点什么呢 你可以投点小额的东西 可以投资点股票 可以投资点什么 甚至就买一个什么课程 买本书 投资一下自己 这个投资的概念非常重要 对于人类来说 基本上就是这个是一个必要的 就像吃喝睡 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技能 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那如果是理解了投资是很重要 甚至必要的一件事情之后 那对于投资来说 最最重要的就是风险的管控 投资一定是有风险的 那这个风险的管控就变成 就区分开哪些投资者 最后变得富有了 财富自由了 哪些就变得 对吧 赔钱了 甚至破产了 那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这个说法用于投资 尤其是股票投资的话 就更加适用 一定是要想办法 把这个风险分散开 有风险这是事实 但是如何管理风险 如何把风险分散开 这些都是有技巧和方法的 都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我们知道这个知识就行 那这个书中也说 其实在澳洲 如果你投资股市的话 通常来说 你要准备好投资 10到12只不同的股票 甚至要投资 20只以上的股票 能做到有效的分散风险 这样的话不管某一个行业出什么问题 某一家公司出什么问题 你都不会因为投资股票而赔个金光 好吧 那这个数字说实话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还是蛮大的一个数字 那其实这个分散风险这里面 也有一些比较高深的一些概念了 像什么风险对冲等等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这个是我在之前读书的时候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说全世界 这个经济都在好转 然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对吧 那旅行或者旅游吧 如果去旅游的话 那一定会坐飞机 那说明这个航空公司的股票 整体来说就会上涨 那什么会影响航空公司的股票呢 那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油价 油价太贵了 这航空公司的盈利就会下降 那作为一个专业的投资股票的这个投资者会怎么办呢 就是你认准了大方向 航空公司的股票 因为人类的这个生活的水平提高会上涨 那我就买航空公司股票 但是以防航空公司股票下跌呢 你也同时要买一些石油公司的股票 虽然整体的投资这个回报率呢 可能平均值会下降一些 没有你单独投资航空公司那么好 但是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 突然油价大涨的时候 你也不会赔的特别多 它是追求一个平衡的 一个风险对冲的这么一个回报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管控风险的例子 另外呢 就是如果是做投资跟存款 有一个很大不同呢 就是你要充分的考虑到税务的影响 你的这个投资的回报率 有的时候 这个你所投资的类别 投资的产品是一回事 你怎么来这个设计你的税务结构 让它这个更有效更合理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觉得不管是参加的 任何的地产的一些讲座也好 还是我的之前的一些这个导师也好 跟我讲的都是在他们在设计自己的财富 这个组合的时候 一定会充分考虑到税务的这一块 这个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整体的回报率 那理解了存钱和投资的区别之后呢 我们就先聊一聊什么是股票 就是这股票是哪来的 到底什么是股票 其实最早啊 股票呢是荷兰人发明的 他简单的说呢 就是你买了一部分一个公司的拥有权 这公司可以把拥有权拆成若干份 你买了他的股票 你就变成他拥有者之一了 只是或大或少的这个区别而已 那作为买了股票的人呢 就叫做股东 股东呢 他这个有权利也有义务 比如说你有什么权利呢 你有权利了解这个公司的 这个财务信息啊 了解这个公司的管理层的人员信息啊 了解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表现啊 等等 那你也有业务啊 有些时候如果你占的这个股份的比例 到大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你也要去参加股东大会啊 你要为这个董事会的选举投票啊 然后对于公司的一些重大决定 你要投票啊等等 这些是业务 义务对吧 那这个股票跟债务是有一个很大区别的 就是如果是股权的话呢 就是你等于是跟这个公司共进退啊 你买了这个公司股票 公司上涨 你跟着上涨 公司下跌 你也跟着下跌 对吧 那债权的话呢 是跟股权相对应的 债权是不跟的 不管你公司表现怎么样的 那债权就是你说好一个这个利息 说好一个还款周期 然后呢以债务的形式来出资啊 这个公司可以用这笔钱去发展公司的业务 那债权的通常是一个固定的这个利息 好吧 公司一方面的不管表现多好 跟债权人都没关系 他也只是拿他固定的那个利息啊 但是如果公司表现不好的时候呢 债权人这个理论上来说也是不受影响的 他也是一定要拿回他这个债务的部分的 好吧 也是按照那个说好的利息之行 那一旦出现这个风险的时候啊 比如说公司破产啊 进入清算了 那这个债权人其实要比股权要有优先级 在清算的时候 比如说每100块钱的资产啊 这个除去银行贷款 通常来说 政府和银行是最优先拿走他们那部分钱的 然后拿完之后呢 每100块钱可能只剩下这个50块钱了 那这50块钱呢也是先给债权人 然后所有东西分完了 最后才到股东手里 那股东在这个情况下呢 虽然是一个极端情况 但是呢 这个优先级是非常靠后的 所以对于股这个股东来说呢 有一个巨大风险 就当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 这个股票啊 可能一分钱都不值啊 你可能你投的钱会颗粒无收啊 全都赔进去 这个风险的这个事 要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认识 好吧 但是还是那句话 任何的投资都有风险 而且呢 这个通常来说 风险跟回报率也是成正比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啊 风险越高 这个回报越高 这个回报 这个 这句话要反过来说 回报越高 有可能伴随的风险越高 风险越高 未必回报越高 OK OK 那就下一个呢 就是开始介绍一下股市的基本信息 那股市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公司股票交易的地方 就是股市 那原来早期的 我为了准备今天的这本书呢 也读了很多本 其他的这个股市历史啊 其他国家股市的书啊 还蛮有意思的 就最早股市是一个非常落后传统的那种市场 就大家填写这个股票的那个单子 然后要把它记在一个板上 然后要用电报的形式 把这个买卖的这些订单要发出去 然后每天的股价要印在纸上 然后像现在送报纸一样 把它送到这个各个交易所 各个这个股票经济的那个手中 所以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延迟 就这个延迟弄破产了好多股股股票的这个这个高手 好吧 那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 有了电脑 有了互联网 现在已经有巨大的改变了 也特别容易了 那在澳洲呢 最大最大的股票交易所就是ASX啊 叫Australian Stock Exchange 澳洲呢 有几家这个持牌的股票交易所 其他都很小 ASX是澳洲最大的 那主要的这些澳洲大企业都在ASX上市 那这本书也是ASX写的 那ASX呢 澳洲股票交易所呢 上现在有2000多家的公司 这个而且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 代表了澳洲整体 这个最大的一些公司 都在这个上面 那股市呢 它一般呢 分成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什么意思呢 又叫做这个发行市场 英文叫做Primary Market 一级市场呢 就是在这个公司开始想要 募集资金 开始发售股票呢 的初期 甚至这个公司上市之前 我们经常听IPO IPO 英文是Initial Public Offering 中文翻译过来 就是首次公开募股 有的时候 我们去IPO 我们去纳斯达克敲钟 一般呢 在这个之前发售的股票 你可以买的股票呢 就是在一级市场 在发行市场购买的 那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词 像IPO啊 像float F-L-O-A-T 就是公开流通的意思 float listing 就是上市了 go public 就是我们去上市 这些词呢 经常是可以互换的 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在公司正式上市之前 发售股票 可以购买的这个阶段 那一级市场呢 通常发售之前会 这个想好 这个发售多少股份 然后想募集多少钱 然后呢 多少是给零售投资者 就是个人投资者吧 多少呢 是给机构投资者 都会计算的清清楚楚的 好吧 那这是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呢 又叫做交易市场 英文是secondary market 交易市场很容易理解了 就这公司已经上市了 这个 这个首次公开募股的股票 也都发出去了 然后呢 在交易市场上 其实是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 在互相之间买卖股票 而不是在从这个公司手中买卖股票了 好吧 我们等一下会详细介绍这个IPO 怎么买股票的事 那这是股市 股市呢 就是这个所有股票交易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分成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那再下一个呢 就是投资的一些基本类型 那股票呢 只是我们能接触的类型其中一个 那书中呢 详细介绍了我们这个常 这个能常见的 遇到的一些投资类型 你比如说现金 现金的话就是cash 现金比如说 它可以是你存在银行的一个存款 未必是定期的 这个有什么cash management account 现金管理账户等等 然后你存进去呢 一般有一个利息 对吧 那现金的这个作为一个投资类型的话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呢 它的资产是零增长的 你放多长时间 这资产都不会从100块 自己变成150块了 另外一个呢 是它的这个没有税务灵活性 它不能抵税啊 不能扣税啊 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再有呢 就是它经常是面对着这个通货膨胀率的 这个风险的 好吧 但它有些好处 比如说它的流动性最好啊 你随时取 随时存 随时拿出来 而且呢 它几乎是没有风险的啊 就即使是经济危机的时候 只要在一定额度内 也是受到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担保的啊 那通常来说 现金的这种啊 作为一个投资的类型呢 它是你在做不同投资之间 临时存放的一个地方啊 如果你就是靠现金一直放在账户里 那这个绝对是一个 这个你要想清楚啊 因为过了若干年后 你这钱就不值那么多钱了 OK 那下一个就是固定利率产品啊 它包括像债券啊 定期存款啊等等 这种呢 通常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的被动收入啊 说好了 它的这个利息是多少 或者是股息是多少等等 然后呢 你就等着分这个 分钱啊 它能作为一个被动收入 回到刚才我们举那例子 就是联邦银行 比如说有定期存款啊 五个月 1.7% 年化收益率 1.7% 那算下来就按照这个给你分钱了 嗯 但还是那句话 这个如果它跑不用通胀率的话 都没有任何意义 你还不如投点什么 不管你投什么 也比存在那强 好吧 那再下一个就是房地产 咱们之前也讲了好几本房地产的书了 我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喜欢做房地产投资的呢 通常不太喜欢股票 喜欢股票的呢 通常不太喜欢房地产 当然了也有一些这个 像那个 The Barefoot Investor 这个白手旗家 也会鼓励说你房产啊股票都要去有一个组合 那其实呢是要有个组合的啊 这个我接触过一些family office 就是给那些富有家族做投资理财的 都是一个组合来着 是不同资产类别 不同asset class 你要有一定比例的持有 而不是所有的钱都放在一个资产类别里 比如说所有钱都投地产 或者所有的钱都投股票 那可能是不太好的啊 那作为房地产的话呢 它的属性很多朋友已经很了解了啊 比如说它的安全性很高 因为你买土地嘛 对吧 它就在那 尤其像澳洲除了堪培拉 都是永久产权 买了就归你了 它的安全性和回报呢 一般是兼顾的 它有个挺好的平衡 它既有资产增值回报 也就是房价会涨 你买的时候100万 过了几年变成150万了 哎 资产增长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租金回报 你买是民宅啊 办公室啊等等 你把它租出去 还有个先进流的这个收入 就是租金回报 那作为房产来说 有哪些缺点呢 这个如果你是地产投资者 或者是从业人员 也是需要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的 就是房地产投资 虽然优点非常的多 它其中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流动性特别差 就是liquidity 换句话说 它不像股市股票 你点点鼠标就能变成现金了 或者是像你的银行存款 现金直接去取出来就行了 房地产呢 你想把它从一个固定资产变成现金 是要有一个很大代价的啊 这个首先是费用 对吧 要找中介啊 拍卖啊 私下出售啊 等等 另外呢 就是时间的代价很大 这个根据市场的情况 现在差不多一套房子 在市场上 据说要五十几天才能出售 平均的时间啊 那如果你是着急用钱的话 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要需要这个套现的话 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多 这个流通性比较差 但是房地产呢 有税务性的灵活 你像现在说的什么 复扣税啊 等等 什么折旧啊 通过房产投资 如果把税务的这一项 充分利用起来的话呢 会有比较可观的一个回报 不要着急进出就好了 那详细的这部分地产投资的 这个注意事项呢 欢迎你收听之前 小麦为大家解读的 这个七步为营 7 Steps to Wealth那本书 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在澳洲投资房地产 尤其是土地项目 你需要注意的这些税啊 折旧啊 什么怎么计算 这些这个房价啊 等等等等 好吧 可以去听那本书 那如果说到房地产呢 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很有意思的存在 它呢 其实跟股票市场是结合在一起的 叫做REITS 拼写呢 叫做R E I T S 全称是什么呢 就是Real Estate Trust 中文就叫做房地产信托 房地产信托 如果前面加个A的话呢 就是澳洲的房地产信托 如果没有的话呢 有可能指的是国际上 其他国家的房地产信托 那我们在股票市场上 经常会看到这种 什么A rates 对吧 A rates 如果它作为一个信托呢 简单的说呢 它是一个像投资基金一样 然后呢 这个基金可以投资 某一个类别的房地产 你比如说 它投资的是零售业的 那可能这个管理基金下呢 就买各种各样的零售类的房地产 买购物中心啊 买商铺等等 有些呢 是民宅类的REITS 它就专门买各个 这个澳洲不同城市的 不同区域的民宅 然后呢 有些是比如说 买办公楼的 专门只买办公楼 到处买办公楼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是一个 这个你觉得 这个澳洲的人口增长 经济发展 房地产市长会上涨 但是呢 一来呢 你可能 比如说一下子 投一大笔钱 买一套房子 可能这个负担比较重 或者是风险 你觉得太大 对吧 你攒了好多年前 然后只买一套房 这套房出任何问题 你的问题就都在里面了 那通过投资REITS呢 这种管理基金呢 有个好处 就是它是分散开的 你的风险是分散开的 然后呢 也有专业的 这个管理基金的 这个基金经理 去筛选这些物业 去管理这些物业 出租啊 等等 你也不用去管 那其实是用 有点像曲线救国啊 其实也是在投资 澳洲的房产的未来 但是他用了一个 这个REITS 管理基金的形式 风险相对就低了很多 那这一类的投资呢 通常呢 是有非常具体的 明确的分类 说是商业的 就商业的 说是厂房的 就厂房 说是农业就农业 非常具体分类 而且呢 这个都在股票的 这个交易 股市上交易 大部分吧 也有一些是 这个就是线下的 没有上市的 但大部分的 都在股市上交易 所以它的流通性很好 你随时可以进出 不像投资房产 就会卡在那 如果顺利卖掉 那还好 卖不掉的话 就一时半会儿 都套不了线 这种这个REITS呢 回报率通常来说 还都比较可观 还都挺高的 它也有它这个税务的灵活性 比现金要好很多 而且呢 它比其他的公司 一个单一公司的股票呢 波动性要小很多 也相对安全很多 那如果说你这个 跟存款在银行账户里相比啊 你可以就选择去投一个REITS 它的风险很低 而且只要澳洲整体房价上涨 你也别着急 一会儿房价跌了 你就费得出了 也不着急 这个澳洲长期来看 房价一定是一直往上涨的 好吧 哪怕出现一些波动 那你放进去之后 就一直干着REITS上涨就行了 那通常来说 投资REITS 这种地产基金类的产品的话呢 一般是为了收入 一般这个都会有分红 尤其是它这个房价上涨的时候 或者是有租金收入的时候 它都会有它的这个分红出现 就会分给这个股东 很多很多投资者投这类 都是为了它的这个收入属性 OK 那就是这个下一个资产 这个类别 投资类别 就是股票了 那股票的有哪些属性呢 首先呢 它叫房地产啊 叫现金啊 跟这些相比呢 它的波动性很大 这个忽冷忽热爱感冒 对吧 一会儿特朗普发个推特 那个股票也能下降 一会儿发生个贸易战 股票也会下降 然后一会儿哪有个好消息 股票又上涨 它的波动性是非常大的啊 甚至甚至都不是以天计的 可以是以小时计 以分计 以秒计的 好吧 另外一个呢 是作为股票投资者来说呢 你需要更多的知识与信息 他不像买房子 对吧 你差不多选了区 差不多选了类型 选了你能负担的 周围有学校 有公共交通 有购物的 然后别太乱的去 那你基本上买了也就买了 你也不需要了解太多的信息 或者不停的去研究新闻什么的 但投资股票就不是了 你要对这个各种实证新闻特别敏感 对这个公司发生的事情很敏感 但是股票呢 像上面说的 它的流通性很好 点点鼠标 这个现在都可以自己来买卖股票 或者打打电话 你这个股票随时可以变现 这个是一个它重要的属性 另外的就是股票呢 很多公司会分派股息 英文叫dividend 这个呢 尤其对于很多即将退休 或正在退休的人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被动收入来源来着 很多我知道的一些澳洲的朋友 在投资股票市场的时候 会关注哪些公司会分派股息 分派怎么样 作为一个考量的条件 然后去买这家公司股票 然后就等于啊 就像你像收租也行 像是有个被动收入也行啊 就可以分析了 而且呢 在这里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叫做frankencredit frankencredit 中文直接翻译过来 叫做股息收入已缴税金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公司啊 在澳洲的话 一公司 他如果一公司盈利了 而且呢 这公司缴税了 那么他就可以分配股息 分配股息的时候呢 是把这个已经缴完税的利润 分配给股东 这样的话 到了股东手里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股东自己缴税的税率 没有公司税税率高的话呢 他还能从税务局拿回退税 哎 这是挺好的吧 举个例子啊 现在澳洲的这个 公司税的税率是30% 也就是说公司每赚100块钱 他会交30块钱的税 给税务局 然后把这70块钱啊 作为分红 分给这个股东 那如果股东用的是 自己的养老金 来做的这个投资 好吧 那养老金的税率呢 是15% 也就是说 这个70块钱到了 股东手里呢 那等于是多缴税了 对吧 明明我可以缴15% 那你帮我带缴 缴了30% 怎么办 哎 你可以从税务局那里 把那个差价的15%要回来 哎 这是不是特别棒啊 这个frankencredit这事呢 呃 大家要重点了解 这个也是投资股票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优势来着 好吧 嗯 差一点这次大选 呃 上次联盟大选 要把这个frankencredit要去掉 还好没去掉啊 去掉就麻烦了 呃 他也其实也是鼓励更多的投资者 持续的投资这个故事 好吧 OK 这是分派股息 那股票的下一个属性呢 是他基本上有记录以来在澳洲啊 他都是跑赢通货膨胀率的 那你就不用担心 这个钱贬值的问题哈 嗯 再有一个呢 就是股票呢 如果说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呢 他的资本的资本增值都有回报 而且回报很高啊 前提是这个周期要很长和千万不要快进快出 虽然股市允许我们快进快出哈 现在交易起来这么容易 但千万不要把这个事就当成一个你可以恨不得每天早晨买晚上卖或者白天交易好多次 千万别我看过的所有的这个能称为股神的书吧 巴菲特啊 彼得林奇啊 这些人的书都是强调长期投资 都没人说你要快进快出 每天就不停的频繁交易 没有这样的人好吧 就算是有这样的说所谓的股神吧 可以判断各种趋势快进快出赚快钱的 后来也都没影了 嗯 还是做长期投资 然后在这个所谓周期啊 在股票投资当中呢 有一个这个分界线 什么叫做短期呢 也就是你投资一个这个公司三年或者三年以内叫短期 五到七年叫中期 七年以上叫长期啊 这都是以年纪的啊 更别说你一个月内就买卖啊 这种好吧 股票呢 也有相当的税务灵活性 就像刚才我们说那个frankencredit 股息收入以小税金这事就是其中一个好吧 嗯 再有呢 就是整个的股市 尤其是澳洲这类的股市啊 它非常的透明 监管也非常严格 很公平 这个股市 很多东西比较好判断 不太像我们这个 我们国内的股市啊 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 是什么力量在左右的这个股市啊 什么时候在被割韭菜 就不知道 对吧 但在澳洲呢 虽然这个股市的体量 要小很多 相对于美国啊 什么新加坡啊 这些股市 但是 它的这个 透明度很高 非常规范 监管也极其严格 OK 但是呢 还是要时刻记得 就是股市是有风险的啊 你的股票 有可能 因为这家公司出什么问题 就变得一文不值 像最近 我在做小卖内餐的时候 有一家澳洲公司 金融服务公司 不提名字了哈 他因为 经常这个用户的信息 不小心泄露啊 然后造成很多的损失 现在呢 被澳洲四大银行 给列入黑名单了 不跟他打交道了 结果这家公司的股价就一夜之间掉了一半啊 那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也有可能这公司面临倒闭啊 清算破产啊 那他的股价就一分钱不值了 好吧 这是一定要考虑清楚的风险 OK 那呃 除了澳洲本地股市呢 我们也经常听到很多海外股市的信息 对吧 那投资海外股市呢 对于澳洲的投资者是非常常见的 不管是个人投资者 还是机构投资者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这个family office啊 家族管理这个家族办公室 那海外股市有哪些好处呢 它其实多了一个多元化的选择 分散你这个风险 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国家 可能临时出现一些什么经济压力啊 一些出现一些什么政治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啊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分散这个风险 另外一个呢 是你可以有机会投资一些特别有名的公司 比如说如果你是澳洲的投资者 你可以投资苹果啊 投资可口可乐 投资这个阿里巴巴 对吧 你可以投资这些大公司 再一个呢 就是可以对冲很多汇率的变化 你比如说当这个澳币汇率走强的时候 那你如果用澳币去买了一个汇率相对较低的 这个国家的股市的话 哪怕这个股票没变化 当汇率变化的时候 那可能你也是赚的 对吧 这是当然反过来你也可能是赔的 这是要多了一个考虑的因素啊 对于海外股市来说呢 你需要的经验和知识可能更多 你要判断那个国家的情况 然后这公司怎么样 对吧 可能对于大多大多数股 这个海外股票的这个投资者来说 关注可能最多的还是以美国和欧洲的这些公司为主 为主 OK 那这个就是作为这个不同的投资类型哈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现金固定利率产品 房地产和股票 那刚才我们说到作为股东呢 我们有权利和义务哈 有哪些权利呢 首先是你有你有这个这个权利去要去看公司的年度报告 每年上市公司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 这个准备年度报告 里面有各种公司的财务报表啊 有这个公司业务表现啊 发展战略啊 最近有没有什么并购啊 有没有什么商业活动啊 都会在这个年度报告里写出来 你像那个亚马逊的那个CEO贝索斯 每年都会给股东写一封信 对吧 会详细介绍公司的一些信息什么的 而且呢 这些年度报告呢 通常是公开的 你是不是股东一般来说都能看 你像在澳洲 你要想看什么Contest 澳洲航空 或者看Telstra 电讯的 或者看什么Wars 这些这个年度的财务 年度报告到他官网上都能找得到 一般来说好几十页 做得很精美 有图 有表 然后各种故事 然后各种照片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还挺好玩的 那作为股东的权利呢 还有一个就是参加这个股东大会 并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有股东大会 但是如果有的话呢 作为股东都可以去参加 说到这儿呢 我有个小故事跟你分享 就是我去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 非常巧合 正好是这个股神巴菲特 他的公司 波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每年的五月份呢 在奥马哈 也就是这个公司所在地 也是巴菲特的故乡 有这个年度股东大会 英文叫做AGM I New General Meeting 然后会这个邀请所有 波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东 全去参加 然后每年这个股东大会啊 弄得像是一个演唱会一样 特别热闹 据说呢 这个小镇上一年就两个活动 一个是这个股东大会 另外一个是全美大学生排球联赛 就在这儿 剩下平时这小镇上 根本就没人来 特别荒凉的一个小镇 那这个股东大会就很有意思啊 这个巴菲特和这个查理邦格 两个人会坐在台上 然后用一上午的时间呢 分析这个公司的业务表现啊 然后下一步的一些想法啊 全球的一些经济判断啊 然后这个问答环节 通常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我去年去的时候 很多有一半都是 中国面孔的这个投资者问问题 而且问的问题 有些深度特别这个这个深 真我发自内心觉得 哎怎么会问出这么好的问题啊 然后还会把巴菲特 他们投资的公司 什么口可乐啊 运动鞋啊 书店啊家具店啊 然后像摆一个大卖场一样 就像在会展中心里 摆一个大卖场 然后你可以去买东西什么的 然后巴菲特还会有时候 时不长的跑出来转一圈 然后第二天 这个这是星期六的活动 星期日早晨呢 还有一个五公里的 在这个小镇上的跑步啊 一般是巴菲特来开发令枪 然后大家叫invest in yourself 因为巴菲特一直强调 你对你自身的投资 就是最好的投资 对吧 提升你自己的投资是最好的 然后那个跑步的那个主题 就是invest in yourself 投资在你自己身上 然后跑一圈 哎 很开心 那作为这个股东大会呢 就是你要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 然后拿着你购买股票的这个确认信 就可以去领取这个门票 然后拿了门票就可以进去了 还有很多的这个留学生 学生各个大学的高校学生组队去 也有呢 我看还有不少从中国组队专门去参加这个巴菲特股东大会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其实我在想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什么 跟小麦一起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 咱们提前计划好 组个团 然后呢 大家统一这个这个办个签证 澳洲护照签证也特容易 对吧 上网申请就行 然后买个机票 我们就每年的时候去参加股东大会 然后多了解了解这个巴菲特的一些这个最近的事情 而且看看美国的一些顺便去趟硅谷啊什么 然后参观一下这些公司都在干嘛呀 了解一下新鲜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欢迎留言啊 如果真的人多的话 咱们正可以组个团 每年固定把它作为一年一度的一个一个一个活动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在路上我们可以探讨很多商业啊 这个投资啊 这个中美或者是中美澳之间的对比啊 也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 OK 我继续往下说啊 那作为股东 我们有权利 作为股东也有风险 什么风险呢 比如说资本损失 对吧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风险 另外呢 就是时间周期的风险 不管是有的时候是市场周期变化 有的时候是你自身需求的周期变化 这个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股价最后能涨回去 但你等不到那时候也不行了 对吧 再有一个风险啊 这个书中也说是小道消息 有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些小道消息 或者内部信息啊 经常是最无事了 你要想清楚啊 这些所谓小道信息 有些时候呢 是谣传 对吧 不知道怎么就谣传出来了 再有的时候呢 是恶意发放出来的 就是比如说公司就想做空 或者就想这个做多 然后恶性恶意的放出一些信息来 然后让大家往相反的方向走 结果呢 赔钱 你要知道 其实真正有内部信息的人 都在闷声赚大钱 他就去买股票就好了 干嘛告诉你 对吧 就算告诉你呢 也是他已经这个满仓了 他已经准备好 下一步等待市场变化了 才会放信息出来 这个所以不要听取什么所谓小道信息 我看是前年吧 我看有一个微信的文章 觉得特好笑 就国内那段炒股票炒的最火的时候 你去街上擦皮鞋 买鸡蛋煎饼 连那个大爷大妈都会告诉你 他们有小道消息 都全民在炒股 这个其实就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吧 再有呢 就是政策法律变化 引起的很多的风险 有的时候对这家这个公司 尤其是一些科技类啊 这个经济 金融服务类啊 等等 一旦发现发生一些政策法规的变化 那这公司可能就出现很大的影响 那你的股票也会出现影响 那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投资了海外的股市的话呢 汇率风险要充分考虑进去 OK 那再往下说 就是当我们考量任何一个类型的投资产品的时候呢 不管它是房产也好 股票也好 期货也好 那我们都可以从以下几个重点因素去考虑 好吧 充分的给我们一个全景的这个图画 帮我们来做判断 第一个呢 就是回报率 英文叫做ROI Return on Investments 也就是说你投了100块钱 你能拿回多少钱 用多长时间拿回来 好吧 回报率 那很重要 这个回报率 我想多加一个我的个人的这个观点 说你会发现很多富人 就是会投资会赚钱的人 他有的时候不关注那个量 就比如说他突然这一单成了 抓了几万块钱 十万块钱 八万块钱 他可能觉得OK的 他没有那么开心 但什么时候开心呢 他哪怕只做了1000块钱的投资 但是他保证这个回报率 比如说在30% 他都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种底层的一个思维来着 如果你能保证你做的事都在一定回报率上 哪怕是一块钱 你30%回报率 如果你一直养成这种思维习惯的话 那你就基本上注定一定会变富有的 如果你是只是一单 我就大赚一笔 其他的又赔又冒险 那你基本上保证你是不会变成特别富有的 好吧 OK 那下一个考量因素呢 就是本金与收入的风险 这是分开的 有的时候你的本金可能很安全 但是收入没什么保障 或者是有的时候本金和收入都是有巨大风险的 那你像如果你投资房产的话 比如说啊 当这个如果你是投资一个短期的房产市场 想快进快出 几年内就完成进出买卖 那他可能本金风险比较小 因为土地还在那 对吧 就是这个回报率的问题了 或者是你这个租金收入的问题了 OK 那下一个考量因素呢 就是投资难易程度 因为有些东西你还不是想投就能投 不管是认知经验的门槛 还是说操作的门槛 你想现在突然让你去投资一个对冲基金 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对冲基金 对吧 或者是突然让我们投资一个比特币 你都不知道上哪去买比特币 对吧 那这个投资难度就相对较高一些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实际的操作 比如说你想买房 对吧 那没有那么容易吧 不是直接当街上路过 哎 我进来这房子归我了 这是支票 还没那么容易 对吧 那下一个呢 就是流通性 非常重要的考量 我们刚才说了 房产投资好处特别多 流通性很差 你变现的时候 这个代价有多大 这要考虑进去 然后呢 是最低投资条件 像股市呢 这个投资条件门槛就很低 恨不得十块八块 你可以开始投资了 对吧 但是像房产就不行了 除非你是用一些比较这个新潮的方式 什么break x那种方式 如果真的是买房子的话 那最低起跳标准 这个代价还是蛮高的啊 然后呢 就是投资的和这个持有的成本 有些时候呢 你像这个股票 买卖的时候有交易费 但持有的时候是没有费用的 没有代价的 那房产的话呢 你可能买房子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一些税费啊等等 对吧 而且持有的时候呢 有什么土地税啊 维护费啊 中介费啊 利息啊 等等等等 它是有持有成本的 这也要充分考虑进去 而不是光考虑啊 这个这个东西多少钱 好吧 再有呢 就是时间周期 每样投资产品的周期不同 有的就追求长期 有的是快进快出 看自己的需要 再下一个考虑因素呢 是否可以多元化 什么意思呢 这个英文叫做diversification啊 就是要分散你的风险 你比如说房产怎么分散风险 就是你不要投资同一个类别 对吧 你可以投资一些民宅 投资一些办公啊 投资一些这个厂房 甚至于你可以都投资民宅 但你投资不同城市 不同区域的 对吧 你可以投资一些公寓 投资一些土地项目 这都叫这个多元化 那在股市当中呢 也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投资 不同行业类别的股票 或者是呢 你可以投资 这个不同国家的股市 再有呢 现在有些新的产品出来 像ETF啊 叫exchange traded funds 中文叫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也就是说 他这个 你投资的这个指数基金 他去买了好多好多公司的股票 或者是很多的指数 那相对来说 他已经是被分散过风险的一个产品了 你直接买他就行了 对吧 这些都可以 或者再多元化一些 就是你 就是各种资产类别的组合 比如说买点房产 买点股市 股票 然后再买点什么数字货币 啊 这就是这个从这个asset class 从资产类别上进行多元化 但多元化这个词特别重要 对于投资来说 就是这个风险管控 那对吧 第一位 那风险管控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就是多元化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税务考量 税务考量呢 一个是对你的收益率影响会很大 另外呢 就是你要有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税后的收益还不能高于通胀率的话 那这个投资就失败的 好吧 哪怕没赔钱 他也是失败的 因为长时间你也是你的这个钱在损失 OK 那了解了这些考量因素呢 我们看一下如何买卖股票 现在买卖股票真的是容易太多了 对吧 跟原来比 那现在有了互联网 有了这各种服务 信息也透明 这个操作起来简单 那不管在哪个国家呢 尤其在澳洲呢 买卖股票不能自己来操作 你自己在线上操作那种 也不是你真的自己操作 你必须通过一个持牌的stockbroker 就是股票经济来完成这些交易 你不能自己跑到股票交易所说 我要买股票 这不行 那现在这个股票经济呢 stockbroker呢 主要呢 就分成线上和线下两部分 线上是这个 你像联邦银行就这种服务 comsec对吧 自己上去申请 添个人资料 然后呢 和一个你的银行账号连接 你可以是个人 可以是公司 可以是家庭信托 然后呢 就可以自己在上面选股票 进行交易了 你用了它的平台呢 其实这个平台本身 就是一个股票经济 它是有牌照的 感觉上是你自己在买卖 但其实也是在通过一个 stockbroker在进行交易 那线上的这个交易 这个平台有什么优点呢 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交易费用比较便宜 而且呢 操作起来比较灵活 你自己就可以搞定了 对吧 它的缺点呢 是它的服务很少 你基本上只是完成一个交易 然后呢 有一些会提供一些研究报告啊 一些市场分析 这个报告啊 你可以看 但是呢 这种呢 比较适合于你自己喜欢做研究 喜欢自己做决定的 这个投资群体 那相对应的呢 就是线下这个stockbroker 线下stockbroker呢 除了帮你完成交易呢 他还能给你出各种主意 好吧 这些都是吃牌的 因为这个股票经济呢 按照澳洲的法律 有个严格的监管 是要求他们know their client know their product 也就是说 他不能光给你出 这个你 你应该投资哪个股票啊 你是想要激进型的 还是保守型的 你应该买什么 他不光 他不能随便给你出主意 他必须充分的了解你的情况 然后呢 充分了解你的投资目标 然后充分的了解 现在市场上 每个股票啊 或者投资产品的属性 他才能给你出主意 但是他这是可以给你建议的 当然他的付费也比较贵一些 交易费比较贵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找线下的stockbroker呢 他会让你提供大量的信息 你的职业 你的收入 你的资产 你的负债 你的风险喜好 你的养老金水平 你所有信息都要提供 你提供的越全呢 这个股票经济呢 越能给你一个全面的建议 如果你给的信息不全 他给的建议也是受限的 OK 那线下的这些提供的服务 除了交易服务以外呢 像这个建议啊 指导啊 详细的市场分析报告啊 这个都会提供 那相对来说 他的收费就会贵一些 好吧 那如果找 如何找到一个 有资质 有牌照的股票经济公司呢 你可以到ASX官方网站上去查 好吧 或者是你在市场上看到了哪个公司 你可以到他们网站去查一下 这家公司是不是持牌的 是不是符合资质的 在澳洲没有持牌的 这个股票经济都是违法的 好吧 那再下一个呢 就是交易的整个过程 交易过程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快捷 现在好吧 如果你是用线上操作的话 就特简单了 就在手机上就能完成 电脑前也可以 登录之后 直接就是买卖下单 买什么 比如说你想买这个Telstra股票 现在一股多少钱 你想买多少股 然后直接就可以下单就完成了 非常方便 然后自动就从你的银行账户里扣账了 好吧 随时也可以查 你这些股票 涨了多少 跌了多少 等等等等 包括一些信息 新闻也都可以随手就能查出来 那如果你是线下的这个股票经济的话 你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 当你建立好了档案之后 你可以直接 这个给你专门负责你的客户经理 打电话 你就说你要买多少 买多少股 加个多少 他就可以帮你完成 你就不需要了 那这个每一次的买卖 买和卖 都需要付交易费 持有的时候是不交任何钱的 持有这个股票说不交钱 但是一旦一买一卖都要交钱 那每一单的交易费呢 有的是按照这个固定收费 从10澳币到120澳币一单不等 有的是按照百分比 从1.5% 2.5%不等 你要是买卖100万澳币的股票 那有可能你就要付 可能付个一两万块钱的交易费 都有可能 这个是可以跟线下的那个 这个stockbroker去谈的 可以谈个地位回来 是这样 那根据你自己的这个买卖股票的 频繁程度和额度呢 你可以来选择是线上还是线下 再有的就是你购买了股票呢 你要在三个工作日之内付款 不是当 如果线下购买股票啊 就是通过这个 线下的stockbroker 不是马上付钱 三个工作日 那也是三个工作日呢 你的这个股票的拥有权 会完成交割 完成settlement 好吧 然后这里呢 有两个概念可以提一下 大家感兴趣 可以深度的去找一下 一个叫做HIN代码 一个是SRN代码 很简单的 你买了股票呢 需要把这个交易和拥有权记录下来 那如果是在某一个 如果你用了一家股票经纪人 这公司stockbroker 你用他这一家公司 经常买卖很多公司股票 那这个就适合你 他就会有一个HIN代码 HIN代码可以方便的查出 在这家股票经纪人公司里 你所持有的所有的股票信息 都在这儿 好吧 那有的时候你说 OK 我可能用很多个 这个股票经纪公司 或者我只想看一下 我在某一个公司里 持有股票的这个情况 那你会有一个SRN代码 叫做直接股份登记处 持有股票 那这个呢 就是代表着 你在某一个特定公司里 股份持有量 一个是HIN 一个是SRN 你在登录这些平台啊 交易什么这个系统里啊 都会看到这个号码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代码 叫做CHESS CHESS 就是我们英文当中 那个象棋的意思 全程的叫做 Clearing House Electronic Subregister System 中文翻译过来 其实就是一个证券交易平台 这个直接的翻译 权威的翻译啊 叫做票据交换所 电子辅助登记系统 那这个呢 其实取代了 原来我们用纸张 那种传统落后的方式 来记录股票交易 来转让这个股票拥有权 这个这套系统 那澳洲股市呢 在17年18年的时候 有宣布过呢 将会用美国一家公司的 区块链技术 取代这套CHESS 这套系统 也有可能会成为 全球首家区块链交易的平台 但现在还没有发生 我们拭目以待 但如果你现在去登记 一些这个股票平台 交易平台 你都会看到CHESS这个系统 你知道什么意思了 它就是股票交易所的一个 电子的交易平台 记录所有的交易 自动的转换 这个拥有权 完成交易 这么一个系统 再有一个呢 就是常见的一个概念呢 叫做limit order和stop order 这个概念挺重要的 叫做这个挂单 中文翻译过来 limit order什么意思 就叫限价订单 又叫限价委托 stop order叫止损订单 它的意思呢 你是可以在这个系统当中呢 设置一个条件 它是价格和时间条件 你都可以设置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股票 现在是1块5毛钱 好吧 现在是1块5毛钱 是值 然后你可以设置说 当这个股票 这个跌到1块2的时候 好吧 一旦处发这个1块2这个价格 这个线的时候 马上自动抛售 你可以选择自动抛售多少 这个就是一个止损订单 stop order 然后你可以让它往上订 你比如说 当这个股价达到多少的时候 就自动买入 好吧 或者是往下掉一些多少的时候 自动买入 你可以自己的去设置这个数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你时时刻刻盯着这个股价的变化 用电脑用系统就可以帮你来完成 那这个呢 叫挂单 挂单的意思就是挂在那 就没有到那个处罚条件的时候 它就不发生 发生这个 只有条件满足你设定的要求了 它才开始自动的进行操作 好吧 这个设置也有很多学问 是值得渗入去学习的 可以帮助我们 也可以毁了我们 OK 再有呢 这个书中最后说了一个很重要观点 说你千万不要匆忙的入室 当你对一个公司 公司的情况 对于市场的环境分析 不是特别了解的时候 千万不要着急 非得说 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 我要大赚一笔 不是的 你宁愿错过一次赚钱的机会 也不要冒险 着急行动 去赔钱 因为你错过这次赚钱机会 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 但你冒险进去了 你不知情况的情况进去 真赔钱了 那一下子就 这个伤害还蛮大了 对吧 所以这个心里要有这么一个想法 OK 然后这个是我们如果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 就已经在流通的股票 是这么买的 那如果你有机会购买IPO股票的话 就刚上市之前的时候 怎么买 这书中也有详细的介绍 首先你怎么知道有公司IPO呢 有的时候你在这家公司里 你作为一个员工或者是管理层 你可以拿到原始股 那这种概率比较小 另外一种你就可以直接到ASX网站上去查 所有已经递交申请的IPO公司都列在上面 你可以留意一下 有的时候如果还没递交申请 但这家公司已经决定IPO了 会在像什么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这些澳洲的重要的财经报纸上会刊登出来 也可以去留意 你要是看英文的报纸有困难的话 欢迎订阅小麦内参 每天早上我早起给大家准备的新闻里面 也会有好吧 那怎么知道这些事呢 你就查查到这个之后呢 你就去找这家公司的PDS Product Disclosure Statement 这个PDS呢是一份招股的文件 它里面会详细的介绍这家公司的类型 业务属性 它里面这个想要募资多少 为什么募资 然后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 这个等等 所有信息都在里面 你可以查 查完之后呢 你可以递交申请去买 未必你递交申请一定会卖给你 这就是IPO的这个特点 不像在股市上这些交易 如果你申请买了 没有被接受 那没关系 你的钱一分钱不扣 也没有什么手续费 如果被接受了 你的申请想买这么多股 那就那个时候才产生费用 好吧 那你在看任何一家公司的时候呢 你都要问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谁在参与 尤其是这个承销商 英文叫underwriter 承销商是谁 管理层是谁 好吧 承销商什么意思呢 有些公司上市的时候 会委托投资银行来帮忙上市 你像什么阿里巴巴啊 什么上市时候都去找什么高盛啊 找什么这些投行 帮忙去准备这次上市 而且你要看这个管理层 里面董事会的成员都是谁 他们有没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这个董事会的这个经验组合 是不是足够的完善 然后他们有没有参与过其他的公司 那些公司是否也成功 这要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问题 谁在参与 第二个问题是 这家公司提供的投资优势是什么 是这个股息 派发股息比较多 还是这个资产增值比较好 还是他的市盈率增长会非常快 你要看一下他自己介绍的投资优势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发行 也就是这个通常来说 就是申请的截止日期 什么时候上市 对吧 那第四个呢 是为什么募资 那募资原因很多 有的是为了业务增长 有的是为了这个用募资的形式 换掉公司里面债务的组成 好吧 还有呢 有的是这个为了退出 还有的是为了这个募集更多的资金 完成某一个产品的研发 尤其是在医药行业 这种特别常见 第五个呢 是你如何参与 也就是说你是如果你是零售投资者或者机构投资者 你怎么参与进去 你能买多少股票 他里面股票分哪些类型 你都可以参与到哪些种 OK 那这就是IPO这个环节 那这个了解这些之后呢 下一个呢 就是股票的五种类型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普通股 也就是ordinary shares 基本上你在澳洲股市上买卖的都是普通股 这个就不详细介绍了 然后下一个就是优先股 优先股呢 preference shares是相对于ordinary shares 普通股的 优先股呢 也是股票 只不过呢 它跟普通股比呢 有的时候有更多的投票权 有优先分红的权利 或者公司在破产的时候 优先清算 好吧 然后再有呢 就是trust units 第三种 就是咱们上面之前提到那个reads 对吧 在地产行业这种信托单位 这个特别常见 再有呢 就是stapled securities 中文翻译成叫做核定证券 staple就是钉书器那个词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像Burnings Warehouse 对吧 就是澳洲最大那个五金建材 连锁的 那个 那个Burnings呢 它的生意本身是一个上市公司 然后那些绿色的大铁皮盒子 就是他们那个仓库 那个地产本身也是一个上市公司 好吧 那个如果你风险喜好比较低 你就想稳妥的话 你可以买它那个 这个房产的那个 那个 那个的股票 它有一个稳定的租金回报啊 资产增值 你要是对那个 它的生意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直接投Burnings股票 那这个生意和 因为这个建的这个房产呢 是只是给这个生意建的 所以呢 它就必须是捆绑在一起的 好吧 虽然表面上是两个产品 那必须捆绑在一起 不能单独的 突然建好的这些绿的这个大仓库 都租给别人了 就不租给Burnings了 那也不行 那这种捆绑在一起的这个产品 就是Staple Securities 叫做核定证券 OK 最后一个呢 叫Partly Paid Shares 叫未完全对付股权 这个我们自己个人接触的会很少 很少有机会接触 所以在这里不详细展开 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股份的增发 股份增发分两种 一种呢叫做Bonus Issues 中文叫做红股 发红股 第二个叫做Right Issues 叫做共股 红股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公司会决定 好 现在我们的股东 你拥有的每五股里 我再给你增加一股 好吧 就等于增加了 然后这股价有可能被稀释 会下降 但是呢 长期来说呢 这公司可能是发展了 可能会吸引更多的 这个股东进来 长期来说 对公司可能是好的 那下一个Right Issues 共股呢 共股有的时候是 是说OK 按照现在这个 低于现在的市场价 我们给现有的股东 可以增加买股股份的权利 现在比如说我们20块钱一股市场价 但是我们可能18块钱 你就可以再多买多少股 好吧 这是从现有的股东的这个 这个渠道里呢 可以增加融资 这个原因有很多 但我们经常会看到Bonus Issues和Right Issues 另外呢 按照澳洲的股市的这个法律要求呢 所有的上市公司呢 都必须长期频繁的提供各种公告 有年度的 半年度的 各种财报 各种重大的商业活动 都必须以公告Announcement的形式 向股东汇报 你不能自己这个偷偷干嘛 但是股东不知道 这是违法的 那再有呢 我们会经常看到的那些代码 对吧 股票代码 英文当中叫做Ticker Code 在澳洲呢 股票代码是三位数 最常见的是三位数 像这个Telstra TSL 对吧 BHP 还有什么Commonworth Bank 这些都是三位数的股票代码 有的时候呢 当出现一个特殊的发放的时候呢 会在后面再加一位 比如说Telstra 有的时候会出现TSL 后面再加个什么 A 再加个什么 那只是他的股票的一个特殊分发 还是他 然后呢 说一下这个挺有意思的 就是澳洲股票交易所ASX的营业时间 它是有营业时间的 它不是24小时的 首先呢 是工作日营业 周六周日不营业 放假 工作日的话呢 如果是这个早晨7点到上午10点 而且是悉尼时间 这段时间呢 是可以下单的 你可以就是在网上 或者是通过你的这个股票经济 可以下单 只不过呢 在没开市之前 它体现不出来 但你可以先下单 然后在10点中 上午10点钟 悉尼时间呢 可以就算是正式开市了 开市之后呢 根据股票代码的 这个ABCD的顺序呢 每五组 分成五组 每个间隔两分钟 然后分别开市 因为它一开市呢 会开始自动的计算 早晨7点到10点之间 已经下了那些单 对于这个从昨天夜里到现在 这个股票价格的一些影响 那在计算完之后 就会体现出来 好吧 也就10点到10点时分 开始计算 然后这个公布新的开市的价格 正常的交易时间呢 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新银时间 如果是周末呀 公众假期呀 还有休市 然后呢 到了4点钟就停止交易了 然后4点到4点10分呢 给这些股票经济呢 做一些调整啊 未完成的单上传啊 一些准备啊 最后的一个整理 然后4点10分到4点12分 正式结束这一天的交易 OK 然后在股价信息 我们看一些报告啊 等等等等 是会经常看到一些 这个关键词啊 像BID BID BID就是呃 你想出多少钱买股票 好吧 然后offer 是有人把股票挂在那 是想多少钱卖 然后呢 price range for 52 weeks 就过去52个星期 也就是过去一年 价格的这个区间 呃 像dividend rate 呃 中文叫做股息率 股息率呢 其实是衡量 企业是否就有投资价值的 一个最重要的标识哈 这个dividend rate 呃 然后呢 就是dividend yield 呃 股息直利率 呃 然后呢 pe ratio p 一个杠 然后e ratio 就是市盈率 这个大家最常见 对吧 也有被翻译成这个本益笔的 这个是用来判断股票是贵了 还是便宜了 如果这个市盈率 呃 pe ratio 比同行业的其他公司都要高很多的话 那你一定要看一下原因是什么 有可能是这家公司业务表现特别好啊 没问题 但也有可能是虚高 呃 一旦出现业绩不满 不不不不达预期 或者是这个虚高泡沫 呃 要爆的时候 那这股票就可能就会下跌 好吧 那这些关键词 其实都是要呃 如果你变成一个专业的股票投资者的话 是要详细去了解的哈 再一个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澳洲股市的一些指数 什么呃 什么all alls 对吧 什么s&p as asx200指数 什么什么 然后这指数什么意思呢 呃 就是指的是澳洲前500强公司的整体表现啊 他把这公司混在一起 然后来看一下整体表现 那前500强公司已经代表了呃 澳洲95%的股市市值了 后面都是小公司 那比较常关注的就是s&p asx200 就是标准普尔呃 asx200 那个指数 这就是按照公司的市值的澳洲前200大公司的整体表现 好吧 然后呢 有些指数呢 是按照这个行业分的 什么呃 能源股啊 教育股啊 什么金融股啊 就按行业分啊 这个行业里面那几大公司综合起来的表现啊 再有呢 我们常听到什么道琼斯工业指数 日经 纳斯达克 这些是国际其他国家股市的一些指数 好吧 那其实我之前在上NBA课的时候 我们那个教教金融的那个教授有分析过这事 就至少在美国股市啊 很少有公司能够跑赢指数的 如果你投资SNP500 就是世界500强吧 你投资这些公司的这个指数啊 你就不管它 这个指数的回报率 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 经常是跑赢任何一家公司的 哪怕是明星公司 呃 如果放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的话 也经常跑不赢指数 那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 你要是偷懒 其实或者风险要低的话 你就直接投资一个股 股票的指数就行 不用费的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公司 你只要相信整个人类的经济是往前走的 人类是往前进步的 哎 那你就投资股这个指数就行了 好吧 最后一个呢 就是呃 这个管理基金manage funds manage funds呢 大家这个现在已经有不少接触了 咱们华盛圈里有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啊 他来帮你做研究做选择 然后帮你去投资啊 帮你去管理这些交易 你就是直接投钱到这个管理 管理基金里管理基金去帮你去投资的那些东西 不用你自己去做研究了 挺好的 对吧 他呢 有这个多元化的优点 呃 而且呢 可以指头股市 也可以是混合的 偷点房产 偷点生意 偷点这个股票都可以 呃 他的缺点呢 是他通常来说管理费比较贵啊 他收个什么 比如说两个点啊 什么的 这个是比较贵的 而且呢 对于管理基金来说 不管你赚不赚钱 他都收管理费 不是你赚了钱才收 好吧 嗯 OK 这管理基金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我们上面提到那个REITS啊 就是REAL ESTATE 呃 这个TRUST 就是地产类的这个管理基金哈 最后一个提到呢 在股市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杠杆 呃 或者叫借贷吧 英文是gearing或者leverage啊 杠杆 杠杆简单的说就是借钱投资 好吧 首先呢 借钱投资这事不丢人 因为几乎所有现在这些 这个亿万富翁什么 在讲他们的投资历程啊 呃 理念啊 都是在讲到用别人的钱来投资 你可以用银行的钱 你可以用股票的钱等等去做投资做生意 好吧 那如果作为投资者的话呢 他的好处是你的钱在收益会增加 你比如说你这个呃 一百块钱的股票 你花三十块钱 你的本金和七十块钱借贷 不考虑利息啊 什么都不考虑 情况下 那就等于说 你这个呃 股票如果涨了呃 这个百分之十五 从一百块钱涨到一百一十五了 那你还了那七十块钱的这个借贷之后呢 你还有十五块钱 对吧 也就是说你的投资率就是百分之五十的增长 那是相当高的 但同理 如果这个股票从一百块钱跌到八十五了 你百七十块钱还了 只剩下十五块钱了 那你的这个损失率也是百分之五十 好吧 所以这个是呃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可以帮我们 也可以害我们的一个事 就看你怎么管理这个风险了 那这里有一个叫做这个margin call 是投资股票最恐怖的 就是当股市开始下跌的时候呢 呃 这个呃 这个你借贷的这个是银行啊 机构也好 他会打电话给你 要求你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或者抛售 你的股票 或者是你这个补仓 继续往里添现金 让你的这个借贷比例回到正常水平 因为你这个股价一下跌的话 你相当于你这个比例就是就已经过高 杠杆就过高了 杠杆过高 对于借贷机构风险就太大了 他会要求你不管用什么办法 把这个杠杆比例下降下来 好吧 你如果做不到的话呢 呃 你不采取措施 他可以强制的拍 就卖你的股票 可以把你整个所有的股票都给卖掉 来偿还他的那部分钱 把那个杠杆降下来 所以这个事是要小心的 尤其在股票下跌的时候 好吧 OK 然后呢 就是这个最后呢 他介绍了几种这个股市的投资分析方法 我们简单说一下 因为这个涉及到的这个技术含量太高 他说呢 首先呢 制定策略极其重要 你投资股票市场或大或小 或者是初级还是高级选手 都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策略 你要有一个始终如意和自律的这个心态 而且呢 你要知道怎么分配不同的类别 不同的行业的股票 知道什么是对冲 怎么多元化 要做到长期投资有耐心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 你要学会管理好你的风险 好吧 那书中也举了这个股神 两位股神 巴菲特和彼得林奇 他们的一些具体的方法 怎么制定策略 怎么对很多的股票say no 他们在选股票的时候 有非常具体的自己的方式方法 好吧 而不是被市场的一些什么热度 或者是一些新闻所影响 那在具体分析的时候 有两种分析 一个是基本面分析 也就是国内国际的宏观环境 经济走势 各个国家的之间的贸易关系 各个行业的发展趋势 用这些来做基本面分析 你也可以研究某一家公司的财报 一些新闻 最近有些什么商业活动 管理层的变化等等 你可以去分析这个 基本上每一个大牛 什么索罗斯 什么彼得林奇 巴菲特 都有自己的套路 都有自己分析基本面的方法 以后有机会 如果能为大家解读 这些人的自传的时候 可以详细展开讲 他们怎么看图表 然后当发生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做 都有详细的介绍 如果这本书里没有介绍那么细 然后像巴菲特强调的就是价值投资 就是不光看价格 他认为经常股市 因为人类情绪的影响 会出现明明挺好的公司 但股价被低估的时候 但如果这个公司有确实的价值 他就值得投资 好吧 而不是光看这个价格 然后除了基本面分析 就是技术分析 你会看图表 看阻力线 支撑线 你会看这个曲线图的变化 会分析各种趋势 这个我们再解读 这个书就不解读了 因为这个很难 什么直接说出来 有点像在广播里 听那个魔术节目一样 是很难想象出来的 如果将来有机会 可以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留言 你可以到公众号里去留言 如果感兴趣的人多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次线下活动 找一个炒股的 这个资深人士 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每一个技术细节 每一个具体操作方法 好吧 OK 然后呢 分析方法介绍完之后呢 最后就是书中介绍了一些投资策略 这些投资策略一共介绍了六个 还是那句话 它里面涉及的大量 具体的这个计算 每个具体的像什么股价 每股收益率的计算 然后PE ratio 你要把这些都计算出来之后 然后怎么进行排名 怎么统计 最后选出10到20只股票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没有深入的去研究 怎么计算这些指数的话呢 这些策略也没有太大意义 好吧 还是从那个基础的学起 还是那句话 如果感兴趣的书友多的话呢 咱们通过线下书友的这个形式 邀请一些资深人士回来 给大家详细的展开 讲这些基础性的问题 好吧 那如果你觉得说这个澳洲股市 听上去是挺好 对吧 也挺有用的 但是怎么需要了解的东西这么多 那其实小麦呢 也给你推荐一些偷懒的办法 是我自己在用的办法 就是我上个星期呢 在做小麦内参的时候 在那个澳洲金融评论报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它是最权威的一个澳洲的金融报纸了 它推荐了两个APP 就下载到手机上就行 这两个APP呢 特别神奇 你呢 就是可以用零花钱 可以用10块20块50块钱开始 然后你也不用管投什么 你就直接设定了 比如每个月 从我银行账号里 自动扣50块钱100块钱 或者500块钱1000块钱 然后转到他们那个投资账户里 然后呢 你可以选你是保守型 你是基金型 他会呢 去投各个什么200指数 投澳洲股市 投世界国家 其他国家股市 投一些政府债券 投各种其他的资产 他自己来给你组合 而且来选择这些组合的 那个还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 来选 这比我们自己选要权威多了 对吧 而且你不用想 而且你可以把它设置成 compound 那个复合的那个增长 就是你这个月赚的钱 你别拿出来 继续再投回去 再继续增长 而且他能很明确的告诉你 比如说你如果现在每个月往里放100块钱 你选激进性的增长的话 到了20年后 这个投资就会变成 比如说变成5万块钱了 或者变成10万块钱了 你如果是每个月往里放500块钱的话 它其实真的是可以 你不小心 你就变成了一个投资者了 好吧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收入 之前放在银行账户里 你看见了就花了 你不如直接进来就把它扣掉 直接去做投资了 这挺好的 对吧 没有你也不花了 最后不小心赚了一笔钱 这个名字 它有两个 一个叫Space Ship 就是太空船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我用的那个叫做Riz R-A-I-Z R-A-I-Z 你这个APP App Store里面就有 搜完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持牌的 持有澳洲金融牌照的一个公司来着 非常权威 你注册一下你的个人信息 连接一下你的个人银行账号 我当时还有点疑虑 后来想 既然是金融时报推荐 应该错不了 然后试了一下 还真的挺好玩的 往里放了几百块钱 然后他就开始给你投资了 而且你可以随时打开 看你的这个表现怎么样 还挺开心的 好吧 强烈推荐 就从小可以做起 不一定要学那么多东西 或者是攒了几十万块钱了 才开始做投资 不用 OK 最后我们做一下总结 就是说澳洲的股票投资 这个市场很规范 透明度很高 而且作为实现财富自由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股市投资 是我们应该多去关注 多去学习的 好吧 再有就是在做股市投资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是听信小道消息 甚至有些专业建议 也许都是错的 这个这样的故事数很多 将来有机会跟大家解读 其他故事 我们能做到的是 努力的提升自身的认知 提升自己的这个知识水平 学会独立思考和自己做选择 你光是靠别人给建议这事儿 有可能不太靠谱 另外就是现在投资股市的方式 多种多样 就像刚才提到的两个APP 不一定非常像传统的一样 你真的做那么大量的研究 最后选一个股票 或者选10个股票 每天坐在电脑前去看新闻 看走势图 这有点难 然后再来就是要多了解宏观和微观经济情况 因为这些都是直接影响股市表现的一些因素 你要是没时间看 或者看澳洲本地新闻有困难 欢迎订阅我的免费的小卖内餐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整 我大早上爬起来 四五点钟爬起来 给大家准备的内餐 你可以去看一下 最后是我借用另外一本股神的书的一句话 想送给大家 那就是在投资股票的时候 要记住跟趋势做朋友 但是跟自己做敌人 你不要相信自己的那些情绪 那些什么 不要 要跟趋势做朋友 哪个方向 哪个行业 或者是哪个股价经济往上涨 这个股市整体就会上涨 跟趋势做朋友 OK 谢谢你收听 今天的内容信息量很大 这本书虽然很薄 但是信量真的挺大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那我们下周小麦读书再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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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